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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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如果你是在05年10年之间申请身份得到了驱逐令 那你符合这个政策 驱逐令会被撤销的 那你拿到身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对于你的家庭成员当中 你符合政策 但是你的家庭成员一方有驱逐令 不是在这个条款之内得到的驱逐令了 那我建议大家也去试着申请 因为反正对大家没有任何负面影响 也可能会拿到身份 我还是鼓励大家去申请 好的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我们后期将把讲座视频整理好 发布在阿尔兰华人圈中文网 供大家观看 再次感谢 谢谢